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小东托邦 公元1127年,随着灰烬二帝被俘,北宋灭亡 金国军队进入汴梁城后,大肆烧杀强弩,无恶不作 这就是著名的靖康之耻,我们在之前的视频中已经讲过 而时光倒转360年,中华大地上正在遭受着另外一场最为残酷的生灵涂炭 金破霓裳羽翼曲,此恨绵绵无绝迹 这些诗词都是用来描述这场战争的,它就是安史之乱 前一段时间无意中在网上看到了这样一张图表 哈佛大学教授史蒂芬·平克对比了世界史上人口死亡比例最高的18次战争和冲突 而且同比换算成了20世纪的人口数量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历史上最致命的战争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而是公元755年到公元763年发生在中国唐朝的安史之乱 这场长达7年多的战争导致了3600万人死亡 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1500万的两倍还多 仅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蒙古西征的死亡人口 但是要知道安史之乱发生时全世界仅有2亿人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全世界的总人口是26亿 按照比例来换算的话,安史之乱的惨痛代价远高于二战 如果安史之乱发生在20世纪 则会有4.29亿人口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叛乱兵变在历史的长河中时有发生 安史之乱还是一场最后被平息了的叛乱 但是史学家却将这场战争定义为唐朝历史 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的转折点 这场叛乱之后,不管是中华民族在国际舞台上的姿态 还是人民的心理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非我族类齐心必毅的观念影响了后世一代又一代人 今天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公元755年 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安史之乱为什么会有如此深远的影响 故事开始之前先是一个通知 本周的会员视频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跟音乐有关的都市传说 订阅了会员的小伙伴们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到时候会有推送哦 公元705年千古女帝武则天去世 仅存在了16年的周五王朝随即灭亡 宰相张剑之奉迎李治与武则天的儿子李显复位 天下又回到了李家的手中 然而李显这次在位仅仅五年便被自己利益熏心的妻女伟皇后和安乐公主毒死 可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就在伟皇后一心想要做第二个武则天的时候 另一边李隆基在暗地里叙事待发 当他得知了唐中宗李显过世的消息后 马上联合了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 带领可靠的亲信和大臣当机立断发动政变 一举铲除了以伟皇后为首的势力 重新拥立自己的父亲李旦登上了皇位 李旦便是唐瑞宗 随后李隆基因为立下了大功而被立为太子 唐瑞宗在位期间 妹妹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之间的政权斗争 越来越视同水火 公元712年为了大唐江山的稳定 也为了实现政权的平稳交接 唐瑞宗李旦直接在生前让位给太子李隆基 自己当上了太上皇 李旦退位后不久 太平公主便开始加紧策划 准备发动政变推翻李隆基 但李隆基先发制人 一举铲除了太平公主及其唐语 至此李隆基终于真正将大唐的江山紧紧的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唐玄宗李隆基公元685年出生 是武则天的孙子唐瑞宗李旦的第三子 人称李三郎 他当了44年的皇帝 是唐朝在位时间最久的帝王 李隆基登基之后改年号为开元 表明了自己历经图治再创圣唐伟业的决心 开元年间李隆基先后任用知名宰相姚崇宋锦张九龄 他们各有所长并且尽忠职守拨乱反正 期间李隆基还新修水利重视农业生产 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 这一时期的唐朝政局稳定 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 大唐王朝进入全盛时期 是名副其实的万国来朝 是称开元盛世 举几个简单的数据 大家就知道当时唐朝人的生活有多么的富足了 根据通点识货点的记载 唐开元14年 国家控制的户口已经达到了706万户 天保14年 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处于集胜 约有891万户 人口5292万 这还仅仅只是登记在册的人口数量 不包括奴仆 隐世僧侣之类的 华东师范大学胡焕雍教授 在他所编写的《中国人口地理》中推算 唐全宗李隆基统治时期的实际人口 应该是接近8000万的 占世界总人口的40%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古代社会里 人口就是生产力 是衡量国力升衰的重要标志 另外根据隋唐史学家胡锡先生的推算 唐开源天保年间 全国每年的粮食产量可达6亿蛋 换算成今天的计量单位 人均粮食产量在700世纪以上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现代社会改革开放之后 1983年中国的粮食产量 才重新达到了这一数字 唐朝人以胖为美的前提是 老百姓都能吃得胖 除此之外 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水平的文化 使周边各族增强了向心力 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 取得了空前的发展 波斯大石商人分治踏来 长安洛阳等大都市里各种肤色 不同语言的商骨云集 但正所谓越赢则亏水满则易 李隆基前半生有多开挂 他后半生就有多拉垮 天保后期 李隆基自以为创造了太平盛世 将唐太宗治安则骄痴一生 骄痴则威王立志的警示与抛中脑后 逐渐丧失了进取心 一心铺在了诗词歌舞上 朝堂上李隆基先是罢免了 正直能干的名相张九龄 先后任用奸臣李林府和杨国忠为宰相 专权误国败坏朝纲 而这位杨国忠正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的族兄 李隆基自从见到自己的儿媳妇杨玉环之后 就彻底放飞自我了 唐朝本来就是个性自由度极高的朝代 早在之前唐太宗李世民就娶了自己的弟媳妇 李世民的儿子李志也不遑多让 娶了自己的小妈五妹娘 到了李隆基这自然也不能落后了 他想尽办法把儿媳妇杨玉环领回了自己的后宫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最重要的是唐玄宗李隆基统治时期进行了军事改革 将辅兵制改为了募兵制 也成为了酿成安史之乱的主要导火索之一 辅兵制是起源于西魏的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 在唐太宗时期达到了鼎盛 所谓辅兵就是在全国各地设置辅这样的军事单位 以此为据点来集结兵力 唐代的府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折冲府 府兵平时都是耕种土地的农民 利用农贤时期进行训练 遇到有重大战事之时 军队由各地的折冲府抽调而成 朝廷再派大将前去领兵出征 战争结束之后 府兵各自回到自己的折冲府 而大将回朝 如此一来 武将掌握不了真正的兵权 避免了拥兵自重的现象 可是到了唐高宗时期 唐朝的疆域不断扩张 东至朝鲜半岛 西达中亚咸海 难道越南顺化一带 北包贝加尔湖 毫不夸张的说 那个时候你要想到贝加尔湖来个一日游 都不需要过锁 也就是今天的护照 那是咱自驾地盘 这么辽阔的疆域也导致了一个问题 一旦边疆出现战事 地方官员汇报给中央 中央下令召集辅兵 指派大将 这样一来一回 敌人都打到家门口了 咱们这边兵力还没及其呢 而且抚兵上阵杀敌的时候 需要自带兵器和粮草 随着军田制的瓦解 许多抚兵都失去了土地 没有经济来源 别说自带兵器了 连饭都快吃不上了 抚兵逃散的情况不断增多 抚兵制的弊端也日益凸显 天保八年 唐玄宗李隆基不得不开始考虑 废除抚兵制采用雇佣兵制 也就是木兵制 他设立了北亭河西河东 朔方泛阳等十大节度使 为了方便节度使施展拳脚 唐玄宗李隆基开始下放权力 节度使不仅掌握军权 还拥有该辖区的行政权 也就是说军事农业经济 运输贸易严正等军区的 一切大小事务都由节度使掌管 这样的做法 虽然使节度使与士兵之间的联系 越发紧密 边防军的战斗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强 但同时也让节度使成为了 山高皇帝远的藩王 与土皇帝无异 节度使成为了军区百姓的衣食父母 百姓为之其将之恩威 而不知有天子 这样的局面之下 李隆基不知道是老糊涂了 还是怎么了 竟然让其中一个节度使掌管了 平卢泛阳河东三镇 拥兵15万 相当于当时唐朝全国总兵力的近三分之一 直接掐住了东北地区的命脉 这个节度使就是安禄山 一个靠溜须拍马 位及人臣的三百件的大块头 安禄山利特族人 也被称为胡人 胡人是古代汉族对外族的统称 主要指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安禄山原本就是一个吃了败仗 被押解回长安 准备问罪的胡人兵马士 别看他身形硕大 跳起舞来还是非常灵活的 一曲胡旋舞 把唐玄宗和杨贵妃夫妇 看得是满心欢喜 后来安禄山还认了杨贵妃做干娘 杨贵妃是干娘了 那这边唐玄宗不就是干爹了吗 有一次唐玄宗调侃安禄山说 鹿儿啊 你这么胖 跳舞还那么灵活 你这大肚子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呀 安禄山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爹爹 孩儿肚子里啥也没有 只有一颗忠于爹爹的赤子之心呢 真是千穿万穿 马屁不穿 安禄山就凭借着他一贯的 巧舌如簧 深得唐玄宗的信任 然而他肥大的肚男里 装的不是一颗赤胆忠心 而是一颗狼子野心 从天保十四年公元七百五十五年夏天起 安禄山对朝廷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本来他还想着再摆一摆迷魂阵 没打算那么少动手 毕竟唐玄宗待他不保 他想着等玄宗死后再起兵 可安禄山与宰相杨国忠的关系日以剑拔弩张 杨国忠天天喊着安禄山要造反 彻底把安禄山给惹毛了 公元七百五十五年天保十四年 英里十一月九日 安禄山集结了麾下所有能吊得动的部队 并且联合了铜锣西 契丹市委共计十五万人 打着清军策讨伐杨国忠的名义 正式在泛杨起兵 鱼羊皮股动地来 安史之乱就此爆发 这场叛乱的指挥官除了安禄山 还有其手下大将突厥人史思明 因此事件也被冠以安史之名 造反之后 安禄山没有效仿当年唐高宗李渊 先攻打太原 再渡黄河 最后直取长安的进攻路线 而是选择了从河北长山南下 先取汴州 再取东都洛阳 最后进攻长安的保险方案 因为安禄山虽然是泛杨平庐 河东三镇节度史 但是造反当时没能调动河东军 后来河东军也成为了大唐的评判部队 如果安禄山选择先攻河东 那么在前期很有可能会陷入苦战 失去主动权 相比之下 当时的河北河南没有精兵助手 相当于不设防的状态 事实证明安禄山的策略 确实是一个稳妥的方案 叛军一路南下 摧枯拉朽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就轻松杀过了黄河 从泛阳南下到黄河一共八百里 只用了二十三天的时间 此时此刻的唐玄宗在干什么呢 人家正在立山别宫华清宫 与爱妃杨贵妃一起泡温泉呢 根据资质通鉴的记载 面对从河北传来的军报 唐玄宗依然不愿意相信安禄山会造反 觉得是那些嫉妒安禄山的人在故意造谣 直到越来越多的奏报如雪片般飞来 唐玄宗才终于意识到安禄山是真的反了 其实早在一年多以前 安禄山为了收买人心 就一口气向唐玄宗提交了一份 提拔五百名将军和两千多名中郎将的名单 公元七百五十五年二月 安禄山又将范阳军的三十多名汉将 全部都替换为了藩将 他的野心昭然若揭 长安城内上至宰相下至老百姓 都知道安禄山早晚会反 只有唐玄宗一头扎进了温柔箱里 逃避现实 不愿意承认自己晚年 在食人用人上面的严重错误 面对安禄山的造反 满朝文武各个忧心忡忡 唯独宰相杨国忠是得意洋洋喜不自胜 因为他的预言成真了 狼来了喊得多了 狼是真的会来的 此时杨国忠拍着胸斧对唐玄宗说 想造反的就只有安禄山一个 下面的将士还是效忠我大唐的 不出十天我必能将安禄山的人头 传送回行宫 听了杨国忠的话 唐玄宗是如释重负 但满朝文武各个相顾失色 十天就能够平息叛乱 杨国忠你这海口夸的有点太大了吧 接下来的事证明杨国忠 这不叫夸口 这叫扯荡 恰逢此时安息节度是封长青 入朝奏事 他主动向玄宗请英表示愿意领兵平叛 一番商定之后 唐玄宗任命皇室成员荣王李婉为元帅 右京务卫大将军 高先知为副元帅 率领五万中央军从长安出发一路东征 去镇守陕郡 并且任命安息节度使封长青 兼任泛阳平卢节度使防守洛阳 可说是防守兵在哪呢 封长青的部下都在边疆 远水救不了近火 一时是赶不过来的 无奈之下 封长青只能在洛阳临时募兵 但是刚招来的新兵 尽管有一枪报国热血 奈何毫无战斗经验 这样一支临时拼凑的队伍 在战场上的表现可想而知 公元755年天保14年 英历12月 洛阳失陷 次年正月初一 志得一满的安禄山 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烟 封长青这边则率领残军 退守闪郡 刚才我们也说了 镇守闪郡的是 右京巫卫大将军高先知 唐宣宗听闻洛阳失守 盛怒之下削去了 封长青的所有官决 让他以白衣之身 在高先知的军中效力 封长青与高先知二人是旧相识了 他们俩也被称为是大唐双臂 高先知高勾立人 出身于军人世家 从小跟随着父亲来到安息寺镇 为大唐效力 二十多岁时候便被封为将军 到了开元末年 高先知已经官居安息副都户 兼节度副使 根据旧堂书记载 高先知长相俊美 善于骑射 武艺高强杀伐果断 是少见的将才 天保六年公元747年 在攻灭吐蕃蜀 蜀国小伯律的战斗中 高先知带领着一万将士 跋山涉水一举击溃了十万吐蕃援军 俘获了小伯律王 重新恢复了大唐对西域的统治 在那次战役中 高先知表现出来了极高的指挥才能 赢得了山地之王的美誉 名震西域 而封长青这边的命运就比较坎坷了 他是个孤儿 从小跟外祖父相依为命 后来外祖父因为犯了法 被发配到了西域边疆冲军 幼小的封长青也跟着来到了安息湖城 多年以后外祖父去世 封长青做了一名戍边士兵 靠着微薄的军饷艰难度日 封长青三十多岁的时候 某一天偶然看到了 辖区长官高先知 带着三十多名随从经过 威武霸气的仪仗队 让封长青好生羡慕 他也想要成为其中的一员 于是他鼓足勇气 向高先知写了一封自荐信 可是高先知看着眼前 这个个头不高 其貌不扬 眼邪还有一些天生长短腿的人 摇了摇头拒绝了他 封长青不死心 接二连三地又求见高先知 然后又接二连三地被拒绝 最后封长青索性豁出去了 把心中羁押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 他跟高先知说 我仰慕你的品德 并且愿意追随你 可你却距我与千里之外 一貌取人 你这样说不定会失去 一位有才能的部下哦 还望你慎重考虑 高先知有没有被封长青的 这番话打动我不知道 但是高先知最终确实接纳了他 而封长青也没有让高先知失望 天保初年位于黑山以北的 达西各部叛乱 高先知率领2000人评判 很快凯旋而归 按规定需要写一份战报 承报朝廷 而高先知刚刚回迎 封长青这边就把捷报给写好了 高先知看完之后是大吃一惊 这份捷报写的条理分明 对战术布局至胜关键分析的 头头是道 如果没有极高的军事素养 是写不出来这样的文案的 从此高先知对封长青青眼有加 大唐双臂组合横空出世 西域边疆两个人是打到哪赢到哪 出征小伯律国的那场一万人灭一国的战役里 也有封长青的一份功劳 高先知亲切地称封长青为封二 就像自己的左右手一样 在高先知的一路提拔之下 封长青坐到了安息节度史的位置 而高先知本人则入京出任右京务卫大将军 回到安史之乱 高先知封长青二人在陕郡相见 顾不得过多的寒暄 封长青便直击要害的说道 连任血战叛军冰封锐不可挡 同关又没有住房 万一叛军突入 京师长安危在旦夕 如今之际不如放弃无险可守的陕郡 火速退保同关 高先知觉得封长青言之有理 就采纳了他的建议 事实上封长青所提出的退保同关的战略 在当时确实是上上之策 同关自古以来都是军事要爱 帝氏险郡一手难攻 被称为国之门户 坚守同关一方面可以等待援军 另外一方面可以整训军队以利在战 只可惜这个时候 熟悉的操作又出现了 高先知封长青的明智之举 在唐玄宗看来是不可接受的 他派宦官边令城到高先知的军中 行使监察之职 相当于皇帝的耳目 边令城这个监军 要是不干涉军务 只是如实上报 那问题还不大 只可惜他就偏偏瞎指挥 那高先知肯定不能听他的 常言说道 宁可得罪君子 不能得罪小人 而边令城就是这个小人 他怀恨在心 向唐玄宗尽谗言说道 封长青故意夸大叛军的实力 扰乱军心 而高先知这边不战自退 弃地数百里 还苛扣良想 贪污钱财 唐玄宗听了这话之后怒不可恶 立刻下令将二人就地处决 公元756年1月24日 刑刑当天高先知说道 我退兵有罪死不敢辞 但说我杰寇军饷 上有天下有地 士兵们都在 他们能不知道吗 众将士齐呼冤枉 喊声阵地 封长青先被刺死之后 高先知看着他的尸体说道 封二 你从贫贱到显赫 是我提拔 今日你我同死于此地 也算是无憾了吧 说完高先知也被就地处决了 唐玄宗对两位忠臣名将的错误处决 极大的动摇了军心 无异于自毁长城 也是导致安史之乱成为了持续七年的拉锯战 几乎要掉唐朝半条命的直接原因 高先知死后 唐玄宗任命戈书汉为大元帅 率军赶赴同关聚敌 北斗七星高 书汉夜带刀 今日窥木马 不敢过临桃 这首诗欧歌的就是戈书汉的鹦鹉神威 在诗仙李白眼中 戈书汉是可以甩魏清白起这些名将几条街的 可见唐人对戈书汉有多么高的期待 然而此时的戈书汉却是难当大任 因为他抱病在家难以捅兵 面对唐玄宗的旨意 戈书汉也是一再拒绝 有了高先知的前车之鉴 他知道这一仗不管是打胜了还是打败了 他都是九死一生 可架不住唐玄宗让大臣们轮流劝说戈书汉 最终戈书汉勉强答应出征 但提了一个条件 就是朝廷不得过多干预他的领兵策略 唐玄宗这边是满口答应 戈书汉身之风长青 高先知二人的战略部署都是正确的 他也下令固守同关 想要把安禄山拖垮拖死 两军在同关对峙了五个月 眼看同关九攻不下 安禄山这边心急如焚 与此同时 叛军的后方又着了火 朔方节度时 大唐名将郭子一帅朔方军从零五出发 沿黄河北岸一路前行 接连攻克了靖边军云中马翼等地 打开了进攻安禄山老巢范阳的通道 郭子一还向唐玄宗推荐了李光碧 玄宗任命李光碧为河东节度赴使 李光碧率领一万朔方军与史思明对阵于长山 公元756年4月 郭子一大军赶到长山与李光碧联手大破史思明 之后两人乘胜追击 切断了范阳与安禄山之间的交通线 使叛军的后勤难以保障 河北战场的接连胜利让朝堂上下一片欢腾 唐玄宗悬着的一颗心也放下 他以为叛乱很快就能平息 这个时候奸向杨国中又出来蹦的了 他窜腾唐玄宗说 安禄山是个胡人 头脑简单不足为据 现在应该主动出击一举击溃叛军 唐玄宗听的是心花怒放 不断的催促歌书患出同关与安禄山决战 早就忘了当初答应的不干涉行军策略的承诺了 戈书汉数次上奏 苦口婆心的说道 只有坚守同关 熬到敌军疲毙 援军到来才能一战而胜 现在出击就是中了安禄山的圈套 可被胜利冲昏了头的唐玄宗 哪管得了这些 他直接给戈书汉下了出关的死命令 公元756年天保15年 阴历6月4日 戈书汉哭着率兵出关 走到半道便中了安禄山的埋伏 二十万将士全军覆没 自己也被部下绑着带到了敌营 成为了阶下囚 早在几个月前 封长青临死之时 就曾经从怀中拿出一封早就已经写好的遗书 交给刑刑官 让他转成唐玄宗 这封遗书便是流传至今的封长青谢死表文 洛阳陷落之时 封长青就已经料到了自己会有这么一天 在遗书中他并没有埋怨唐玄宗 只是强调了聚守同关的重要性 还说自己死了也要做大唐的鬼 如果权下有之 必将引导大军平灭贼寇 如此字字气血批单力赶的遗书 唐玄宗愣是一句话都没有听进去 就连在河北战场屡屡得胜的郭子一也说 聚守同关的高先知和封长青才是最大的功臣 聚守同关的策略就相当于两个人打架 你虽然打不过敌人 但是你死死抓住了敌人的两只手 这个时候郭子一李光碧这样的人 在出来掐住敌人的脖子 直取叛军的老巢范阳 失去了后援的安禄山将不攻自破 按照这个战略 扑面安史之乱可能只需要不到一年的时间 如此简单的道理 封长青高先知明白 郭子一李光碧明白 卧病在家的老将戈书汉明白 甚至是站在敌对一方的安禄山史思明也明白 只有年迈的玄宗不明白 同关失守 让郭子一和李光碧在河北取得的战果功亏一篑 长安门户洞开 安禄山不费吹灰之力便攻破长安 昔日繁华的长安城 倾客之间成为了人间炼狱 叛军在城中烧杀强弩无恶不作 反贼们挨家爱户的搜查 别说金银戏馆 就是一个铜板也没给老百姓们留下 洗劫一空之后还一把火烧了房子 在叛军眼里人已经不是人了 而是猎物 整个长安城成为了狩猎场 一时之间长安城内尸鸡如山 血流成和哀鸿遍野惨不忍睹 公元756年天保15年6月12日黎明时分 唐玄宗带着杨贵妃 太子李亨 以及其他嫔妃皇子公主 还有宰相杨国中宦官高丽氏等人 从禁院西门逃出了长安城 准备前往蜀地避难 6月14日 唐玄宗的鸾驾行至马维坡 宰相杨国中身穿紫袍 趾高气昂的在指挥军队 而随从护带的禁军将士们 经过了一天的劳顿之后 激困交加 早就已经对这个祸乱朝纲的奸臣心怀不满 这些禁军都是长安人 一家老小都在长安生死未卜 自己却跟着皇帝大老远的跑去蜀地 本来就心怀不满 而且在他们眼里 这安禄山不就是杨国中给逼反的吗 同官失守不就是因为杨国中 窜腾着唐玄宗下令歌书汉出战吗 愤怒的将士们恨不得杀了杨国中泄愤 场面逐渐失控 禁军首领陈玄理惊艳老道 甚至如果无法安抚将士们的情绪恐引发滑变 然而朱砂宰相这么大一件事 他一个人是做不了主的 杨国中又深得唐玄宗的信任 找唐玄宗肯定没用 此时陈玄理想到了一个人 太子李亨 陈玄理找到了李亨 将朱砂杨国中的计划全盘拖出 李亨的态度非常的谨慎 据史书记载太子未决 但这个时候你不反对就相当于同意了 恰逢此时二十多个随行的吐蕃使臣 拦住杨国中讨要食物 禁军看准机会大喊一声 杨国中与葫芦谋反 话音刚落 杨国中便被一剑射下马 众将士一拥而上 杨国中当场毕命 此时唐玄宗闻讯赶来安抚众将士 劝他们各自归队 可将士们依然一动不动剑拔弩张 唐玄宗这下慌了 他赶忙派高丽氏去问将士们还有何要求 将士们齐声喊道 贼本尚在 陈玄理替他们解释说 杨国中谋反 其妹杨贵妃不宜再侍奉陛下左右了 愿陛下歌恩正法 杨国中因为杨贵妃而得到重用 所以将士们一定要将杨贵妃斩草除根 唐玄宗没有回答算是默认了 关于杨贵妃的结局 资质通鉴唐记记载是自益于佛堂 而在唐代诗人李毅的诗篇里 杨贵妃则是丧命于乱军之中 还是被乱刀给砍死的 唐代诗人刘雨昕则认为杨贵妃是吞金而死 还有传闻说杨贵妃根本就没有死 而是东渡到了日本 无论真相是什么 此时的杨贵妃已经成为了唐玄宗的一枚弃子 有不少人歌颂杨贵妃与唐玄宗之间的爱情 玄宗也许是爱杨贵妃的 但是她更爱自己的生命和皇位 杨贵妃未必是红颜祸水 却为唐玄宗的错买了单 在马维波的唐玄宗既保卫不了家国 也保护不了心爱的女人 马维波之变是唐玄宗生威扫地权力消逝的标志 有部分史学家认为 马维波之变的领头人虽然是陈玄理 但幕后策划者其实是太子李亨 目的是夺权 不过也有人说陈玄理是李隆基的嫡系亲信 不可能被太子李亨收买 不管怎么样马维波之变之后 李隆基与太子李亨便分道扬镳了 李亨带着亲信离开队伍北上 一个月之后抵达05 与硕方各阵节度使会合 李隆基则继续南下入属避难 公元756年7月12日 李亨来到05的三天后宣布登基 改年号为智德 史称唐素宗 并且姚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玄宗此时在四川的兵力不足2000人 无奈之下只能默认了 唐素宗继位以后 封郭子怡为兵部上书 兼任朔方节度时 李光碧为户部上书 两人同中书门下平章式 意思就是职位相当于宰相 奉令征讨叛军 很快一直以朔方军为主 回合西域援军为辅的军队组建了起来 开始了收复失地的征途 与此同时 安禄山14名叛军内部也出现了裂痕 公元757年1月 安禄山被亲生儿子安庆旭所杀 安庆旭对外宣称安禄山是病危驾崩 自立为帝 安庆旭继位之后 意识到唐军开始反击 怕局势有变 加快了南下的步伐 他派手下大将尹子齐 率领13万士兵席卷河南各地 准备在平定河南之后 切断大运河 阻断各地财税的运输 河南唯有虽扬还在坚守 虽扬位于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 是汴河的咽喉要道 管控江淮的门户之地 也是大唐兵役和财富的来源 叛军一旦攻下虽扬 后方一马平穿 朝廷的经济命脉就会被掐断 再无力回天 此时守卫虽扬的是太守徐远 徐远见来者不善 自己又没有领兵的才能 便立刻向附近守卫雍秋的张寻求救 张寻知道虽扬的战略重要性 主动放弃雍秋 率兵3000抵达虽扬 与徐远共同作战 安史之乱中最为惨烈的 虽扬保卫战拉开了序幕 张寻原本是个文人 甄元县县令 根据新唐书记载 张寻自幼聪明 传说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而且喜欢钻研各种兵法战阵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 张寻便扔了笔拿起了刀 镇臂一挥带领数千人镇守雍秋 屡次以少胜多挫败叛军 此后张寻也被封为了河南节度赴使 如果说雍秋一战 让张寻展露头角 那么虽扬保卫战 就让后世彻底记住了他 因为他选择了一条 比赴死更加艰难的道路 担起了守一城而汉天下的责任 也承担了无数的骂名 即使张寻带领三千援军赶到 虽扬城内的守军 一共也只有六千八百人 以六千八百人 对阵敌军十三万 简直就是茅房里面打灯笼找死 但张寻许远 南继云 雷万春等重将领 就是凭借着这么点家底 跟叛军耗了足足十个月之久 起初银子齐认为 他们人多势众 不日便可一举攻下虽扬 半个月的时间里 发起了无数次的进攻 有时候一天能够攻成二十多次 然而结果是 在张寻的巧妙布阵之下 叛军损失两万多人 却没能越雷池半步 两个月后 银子齐等来了数万增援 再度对虽扬发动猛攻 张寻此时显露出了 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他命部下一连几天 在夜里雷鼓造势 假装要出击 叛军听到鼓声 急忙迎战 可是等出了军营 却没有看到一个人 几天下来 叛军夜不能寐 都快被搞神经了 多次被戏弄之后 叛军听见雷鼓声 也不为所动 以为又是狼来了的把戏 张寻看准时机 在叛军放松警惕之时 与大将南继云雷万春 率五十精锐骑兵 突袭城外的叛军大营 毫无防备的叛军迅速溃败 守军一夜攻杀数千叛军 后来张寻又用计 与神剑手南继云 射杀了贼将尹子齐的左眼 尹子齐见虽扬久攻不下 心想行我打不过你 那我就困死你吧 叛军把虽扬重重给围了起来 想让守军在里面活活饿死 最初虽扬成家的粮食 是可以够他们撑过一年的 但中途虽扬将一半的粮资 抽掉给了蒲扬 寄阴两帝 可是没有想到 既因得到粮食之后 立马叛变投降给叛军了 7月虽扬城内的粮食 已经用尽了 百姓和士兵们 开始吃树皮和草根 蛇虫鼠蚁 已经成为了美味佳肴 围城的日子一天天过去 饿死的士兵是越来越多 活着的人也无力提刀 不得已之下 张寻做出了一个惊天的举动 他杀了自己的爱妾 以充军粮 许远随后也献出了自家奴仆 到了10月 叛军再一次攻城 此时虽扬城内 已无兵可战 也无人可食 城破之日 根据旧堂书记载 张寻已经纵容士兵 吃了三万老百姓 新堂书中的 富人老弱 繁食三万口的记录 也与旧堂书相呼应 资质通鉴中 虽然没有记载具体的数字 但说到是先吃富人 再吃男子和老弱病残的 最后城中百姓 只剩下四百人了 古代战争中 攻下城池之后 屠城的并不少见 可是像虽扬保卫战这样 为了守城 以城中老百姓为军粮的 实属罕见 战况之惨烈可见一般 虽扬陷落之后 张寻向西扣拜说道 臣的防守之计已经用尽了 虽扬是不能保全了 臣活着的时候 不能报答陛下 死了做鬼 也要诛杀反贼 尹紫棋生擒张寻之后 曾经问他说道 为什么你每一次督战的时候 都是满嘴流血 咬牙切齿 张寻说道 因为我恨不得 把你们这帮反嘴 生吞活泼 张寻最终死在了 尹紫棋的刀下 他死了之后 尹紫棋撬开了他的嘴巴 发现里面真的 只剩下了两三颗牙齿 与张寻一起被俘的 还有徐远南继云等 三十六位大将 他们最终都不屈而死 虽扬保卫战中 张寻以人为良 究竟是神是魔 后世对此事争论不断 但是从战争的角度来看 是张寻十个月的坚守孤城 将前后二十万叛军的主力 牢牢牵制在了虽扬城下 为唐军组织反攻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虽扬失线半个月前 唐军与回合联军 于七月二十九日 收复了长安 虽扬失线十日之后 又收复了洛阳 安静续逃往叶城 张寻死后三天 大唐援军终于赶到了虽扬 仅花了一周的时间 就重新夺回了虽扬 叛军十个月来的努力 付诸东流 从此唐军吹响了 全面反攻的号角 虽然在之后的夜城之战中 唐素宗因为忌惮武将 担心郭子怡攻高盖主 而没有设立元帅 只让太监监军 又搞出了一系列的幺蛾子 但是此时 叛军大势一去 公元759年 史思明怒杀安庆续 取得了大权登基称帝 公元761年3月 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昭义所杀 然而史昭义资历太浅 能力不足 无法服众 叛军内部矛盾日以明显 公元761年末 唐素宗并威 太子李玉坚博 公元762年5月3日 唐玄宗李隆基去世 仅仅半个月后 5月16日 唐素宗李亨去世 太子李玉继位 史称唐代宗 随后唐代宗启用 铁勒族人唐朝名将 蒲顾怀恩平息叛乱 公元763年正月 范阳首将县城投降 史昭义在范阳被唐军 从四面八方包围 走投无路之下 于森林中上吊自义 763年2月27日 历时七年零两个月的 安史之乱 终于被平息了下来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 最为强盛的王朝之一 从公元618年到公元907年 共历21帝 想过289年 圣唐时期 无论经济文化 还是军事 都在世界称雄 安史之乱是圣唐结束的标志 也是唐朝国运 乃至中国国运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过后 虽然唐朝又续命将近150年 但是国力 再也没能回到巅峰时期 从唐玄宗开始 唐朝国都六县 天子六千 安息 梁州 龙幼 都被吐蕃蚕食 东北有契丹 西为祸 西南有南兆进犯 四方藩政割据 朝内宦官秉政 甚至唐朝之后的中原王朝 在军事上也一直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压制 直到几百年后的朱元璋 北伐才一雪前耻 安史之乱的七年里 战争从河北席卷半个中国 皇宫被焚 百姓或死或逃 整个河南到关中地区 更是成为了修罗厂 生灵涂炭 黄河流域 杳无人烟 当时唐朝实行的是拉夫政策 不再像之前的三丁选一 五丁选二 而是家里只要有南丁 不管老幼 一律从军 都府的三立三别 所描写的就是当时的惨状 南丁被拉走之后 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空缺 粮食减产 饥荒蔓延 最终老百姓或从军死于战场 或死于盗匪 或死于饥荒 视频开头我们提到 安史争乱爆发之前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 大唐的人口有5292万 而资质通鉴唐济记载 安史之乱后的唐代宗广德二年 人口只剩下了1690余万 一场战争 让大唐三分之二的人口被灭 可以说安史之乱 不仅打垮了唐朝 甚至打掉了中国的元气 最重要的是 这场战争过后 中国人面对外族的心态 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人 唐朝之所以被认为 是古代封建社会的巅峰 不仅仅是因为他富饶 更在于他在国际舞台上的 那种怀柔万国 开明开放 兼收并蓄的姿态 但安史之乱 鱼羊皮股动地来的代价 实在是太过于惨痛了 人们只是简单的把安禄山 与史思明造反的原因 归结为 非我族类齐心弼翼 从那之后的封建王朝 上到天子大臣 下到普通百姓 面对外族都有一种 十足的防范警惕之心 视一切外来物为不祥 再难重现万国来朝 天克汗的壮观景象了 一个开放的中国 逐渐走向了封闭 从世界中心的位置 变成了与世界脱轨的状态 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 让国人陷入深重苦难的同时 也重新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 但安史之乱的根源 真的就是简单的一句 非我族类齐心弼翼吗 安禄山和史思明 的确都不是汉族 叛乱刚刚爆发的时候 二人集结的15万大军中 也有不少胡人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安史叛军不同于流寇 叛军中有很多谋士的高层 都是汉人 相反平息叛乱的不少 唐军将领都是少数民族 比如高先知 比如歌书汉 比如曝谷海恩 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 其实李光碧也不是汉族 而是契丹人 如果把安史之乱简单的归结为少数民族叛乱 那这些唐军将领估计要从坟墓里被弃活了 一个胡人 他认同并且融入了中华文化 他热爱着这一片土地 那他就是一个中国人 西汉著名思想家董仲书曾经说到 天下之治乱 维系于皇帝之一心 封建时期 任何一个伟大王朝的变质 无一例外 都是从他伟大君主的变质开始的 而盛世君主往往都是英明与昏聩 急于一身 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 由盛而交 由劳而矣 是人性不变的规律 李隆基既是圣唐的缔造者 也是帝国衰落的推手 可谓是成也玄宗 败也玄宗 所以有网友调侃说 唐玄宗李隆基哪哪都好 就是死完了 其实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军事制度的改革 统治阶级的腐败 中央与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等等 安史之乱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有很多 但不应该包括固步自封和仇视外族 我们下期节目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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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